第二三届环花东自行车赛会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两日长距离自行车活动 14号下午在花联太平洋公园举行记者会 届时15、16号周末两天将有超过2000位的自行车爱好者 畅游花联还有台东要见证花东台9以及台11的美丽风光 堪称全台最受自行车友瞩目 也是唯一一场两日长距离全民性的自行车赛及挑战活动 2023环花东自行车系列活动 4月15、16日将在花联与台东登场 预计将有超过2000位来自波兰、日本等世界好手参赛 14日下午在花联太平洋公园举行记者会 为周末赛事揭开序幕 在这次的国境解封之后将迎来2500位15个国家的选手来到花东两线 从我们的台11线之后进到了台东 明天从台9线走台30也就是玉长公路 再绕到我们的这个台11线来 我想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整个沿海 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玉长公路 我想这是一个世界级的美景 有我们所有的自行车赛的好朋友来到台湾 第一个享受这么美丽的东海岸 然后远眺太平洋 太平洋在过去就是美丽兼众合国了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最国际级 而且最漂亮、最轻松 不一定轻松但是最优美的赛事 每年都在4月中旬世界地球日前后举行的 环花东三合一自行车活动 涵盖竞赛挑战和骑游规划 15日上午将于花联太平洋公园出发至台东 16日在于台东出发至花莲 新京193县道、台11和台9县 持盘邀请自行车爱好者一起驰骋见证花东山海美景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